大安娜和男友一齊撞車喪生 英女王和查理斯表示哀悼 大安娜撞車是因為想擺脫時影者 各位群世外人 英國威爾斯王妃大安娜和男朋友阿法爺 在巴黎度假時撞車喪生 她前夫王柱查理斯表示震驚和哀悼 大安娜遺體罪法會在今晚文化英國 法國警方扣留了一批事兵記者調查 警方指大安娜作假因為想擺脫記者的追蹤而失事 目前由李敏妍報道大安娜駕車失事的經過 車禍發生之後警方立即封鎖隧道救人 將被困在車內的大安娜 她男朋友阿法爺茲 保鏢和司機總共四個人救出來 而載著他們的平致房車 就在出事四個小時後拖出隧道 可以見到車莊都邊塞型 車身嚴重損毀 而車頂就在救人的時候拖開了 現場是巴黎西部塞納河北面河畔 一條紅車隧道裏面 意外在當地時間凌晨 即是本港時間清晨六點鐘發生 大安娜和男朋友阿法爺茲 在一間酒店吃完飯之後 連同一個保鏢坐酒店的車離開 去阿法爺茲的別墅 這個司機並不是大安娜一向涌開那個 發覺有一批攝影記者坐電單車跟蹤 大安娜車的司機就立即加速 想擺脫記者 警方說 隔房車時速超過100公里 沒多久在隧道裏面失控 先撞向旁邊的石柱 然後再撞到牆 救援人員到場之後 證實與大安娜一齊坐在後座的阿法爺茲 和司機已經當場死亡 而大安娜和保鏢 就送入醫院的深切治療部搶救 醫院發明說 當時大安娜腦部受到震盪 一隻手斷了 大腿也嚴重受傷 醫生說 大安娜入院時已經冒了心跳 而且肺部嚴重出血 醫生就立即在她身口開刀搶救 並且和她按摩心臟 一直搶救了兩個多小時 都無法救回大安娜 當局後來在本港時間中 五十二點左右 宣佈她的死訊 大安娜因為嚴重內出血 和心臟碎結而死亡 大安娜的死訊公佈之後 有人在醫院外面獻花悼念 而法國警方已經扣留了 跟蹤大安娜的三架電單車 和七角攝影記者問話 還扣起了他們的相機和菲林 調查他們是否和車禍有關 有報道說大安娜撞車之後 攝影記者還顧著拍照 引起其他幫手救人群眾不滿 有人還追打一群攝影記者 無線電視記者黎文廉報道 英國皇室和政府都對大安娜逝世 表示哀悼和震驚 白金漢宮表示 兩個小王子已經知道他們媽媽逝世 張偉聰報道 在倫敦 白金漢宮下半期 悼念逝世的大安娜 白金漢宮發表聲明 說英里王伊莉莎白二世 和戴安娜的前夫王柱查理斯 對戴安娜的死表示震驚和哀悼 正在蘇格蘭度假的查理斯 知道戴安娜死信之後 就叫醒他兩個兒子 威廉王子和亨利王子 告訴他兩兄弟 他們媽媽已經世世 首相貝利亞發表聲明 說戴安娜世世 令到全國人民陷入震驚和哀悼的狀態 英國人向戴安娜的家人 特別是他兩個兒子 戴安娜這次車禍 有報道說是為了避開跟蹤的記者 標誌外上博偉邦 臨離開菲律賓去新加坡訪問的時候 除了表示震驚之外 亦都說有些問題值得反思 博偉邦形容 大安娜世世是英國重大的損失 無線電視記者張偉聰報導 大安娜世世的消息公佈之後 英國很多人都去到大安娜 生前居住的肯生遁宮 憑吊和見花 陳啟明在倫敦報導 英國人在星期日一起來 聽到大安娜的死訊 都感到震驚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肯生遁宮門口 一早就有新聞記者聚集 但亦都有圖人至馬在場的記者 有不少的公眾人士在門前獻花 表示愛悼 有些獻花的人更加是一筆成聲 當中有些少數民族的秘密事 和剛剛經過的遊客 這位女士說 不能夠接受大安娜的死的事實 她說 大安娜給任何一位黃色的成員 都根據黃色的風法 由於大安娜的死是來得這麼突然 白根漢空顯然是沒有任何準備的 而英國的戰士台亦都中向正常的節目 報導這件事 英國的報紙都加印特別反 酬小報導 大安娜可以說 在英國黃色當中 最受公眾外派的黃色成員 她這次突然逝世 引起社會一向極烈的爭論 究竟新聞記者在採訪公眾人物的時候 是否要注意採犯對象的隱私權呢 報紙件事 諸倫敦記者陳啟明報導 大安娜出事的時候 所坐的酒店提供的房車 是男朋友阿法耶茲的爸爸的 鄧志華報導 大安娜是在昨天 由地中海到原駕到達巴黎 她出事之前 和阿法耶茲在巴黎這一間 由阿法耶茲爸爸擁有的麗絲酒店吃飯 阿法耶茲的爸爸已經到作巴黎認屍 同辦理阿法耶茲的身後事 她對兒子的死表示可怕 又說這次意外其實是沒有必要發生的 連英國駐巴黎大使館 事後下半期治安 大使傑醫表示 感謝法國政府從醫院當局 努力搶救大安娜 在意外消息傳出之後 巴黎一些市民就到大使館獻花 向大安娜致議 法國總統希拉克 對大安娜的逝世感到非常難過 還形容大安娜是一個年輕 大方和充滿活力的女性 而總理藥師潘就去到醫院 向大安娜的遺體作最後致議 無線電視記者鄧志華報導 大安娜中年36歲 她一心充滿全期 由一個普通的幼稚園教師 謠心變為處妃 不過後來公開表示 婚姻不愉快 其中一個原因 是傳媒對她的窮追不捨的監視 由王日耳講下大安娜的生平 大安娜在1961年7月1日 出生於英國一個白鑿家庭 中學畢業之後任教幼稚園 17歲那年 認識被捕大12年的王柱查理斯 兩人在定婚之後 都認為會好搭 在1981年 大安娜20歲生日沒多久 就下嫁查理斯成為王柱飛 當時外界形容兩個人的婚姻 是一個童話故事 兩個人是一對神仙美眷 自從帶入王室 大安娜就一直成為 國際傳媒的焦點 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認為大安娜是萬千寵愛在一身 認為她美貌、財富和名望都兼備 不過大安娜其實不是生活得那麼開心 大安娜和查理斯的婚姻 維持了15年 在1992年 兩個人將近婚居的時候 大安娜透露 和查理斯的婚姻 除了生了兩位王子之外 其餘大部分時間都是不開心 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發現 查理斯一直和舊情人 和卡米拉兒情未了 她還曾經因此而企圖自殺 這段婚姻終於在婚居三年多之後 在去年8月正式接觸 不過有關大安娜的新聞 就一直沒有停過 尤其是她的感情問題 包括她和騎術教練 邱伊特偷情長特五年時間 不過這段婚姻最後 都因為邱伊特出賣大安娜而破裂 此此之後 大安娜專注在世界各地的慈善活動方面 更甚少與怨性且爽關係 直至她和埃及裔互相 英國著名哈萊斯法國公司 太子野阿法爺子的戀情 在今個月曝光 當時英國傳媒刊登了一輯 他們兩個人在地中 去度假的親密照片 還說兩個人都有業結婚 新戀情又成為英國人的焦點 有人認為 如果戴安娜嫁了給阿法爺子 會令英國王室很尷尬 特別是擔心日後很大機會 成為國王的威廉王子 會有個埃及裔的繼父 而查理斯甚至公開批評前妻 和戴安娜所作所為泰國不像樣 而面對傳媒十幾年來不斷窮追猛打 戴安娜亦感到無奈 她曾經公開批評過傳媒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些媒體 可能會有興趣的事 我做了 我發現了 那些視訊 會否則會 三天前他和柴女司離婚一周年的時候 他接受法國報章訪問的時候就說 如果不是為了兩個兒子 他早就已經離開英國 有批評英國傳媒處處找他的錯處 包括批評他發熱中 去波斯尼亞宣傳禁止使用地雷 而那次又是戴安娜臨死之前 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浦仙電視電視在王毅爾報道 待會回來報道 戴安娜日本下個月底會來香港做事事活動 本來有關戴安娜的書被人搶救 繼續新聞時間 行政長董董建華表示 對於戴安娜王妃之死感到非常震驚和難過 戴安娜曾經三次來過香港 按照計劃下個月尾會再到本港 出席善中服務價籌款活動 在深水埗麗角村 這個裝修緊的單位 就是戴安娜王妃 原本會在9月25號 來臨主持展彩儀式的善中服務中心 外場的告示都說明 會趕在20號員工 除了會這個中心揭幕之外 安照原定的計劃 戴安娜下個月25號晚 還會出席在酒店堆行的晚會和時裝表演 同樣是為香港善中服務會籌款的 戴安娜第一次和王柱查理斯 來香港公式訪問 是在89年11月 港府在皇后碼頭對開 為他們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 兩個人還一起主持文化中心開幕典禮 三年之後 戴安娜和查理斯由漢城底說 戴安娜只是在機場逗留了一陣 就轉機返回英國 第三次在兩年多前 戴安娜應本港一些私人機構邀請訪港三日 期間她去過一些青少年住宿中心 還和年輕人一起拍照留念 這次也是戴安娜最後一次來香港 武線電視記者黃淑明報導 本港市面一些有關戴安娜的貨品 今天都被市民搶救阿空 李家文做到 這間英文書店 今天特地在當眼位置 擺放了四種有關戴安娜的書 這個女人特地來買書 說想紀念戴安娜 很可惜 還有覺得一個這麼年輕的女士 在三十幾歲就過世 間書局中五十二點半開門 四種有關戴安娜的鑽記 不用十五分鐘 二十幾本全貨全部都賣光 除了書籍之外 有戴安娜肖像郵票也十分受歡迎的 集約人士說這批八九年發行 印有戴安娜肖像的 王柱礦麗訪港紀念郵票和小巡章 很有收藏價值 因為她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那些人就出了一個紀念 一個人在一起 但當然剛剛今天的新聞 一出的時候 戴安娜說很美 她們很不幸 早就死了 那些人今早就有很多客人 都來買 就想買 不過周太太說暫時都不會賣 自然現在這次我剛才說 真的是炒了 那我就說一句我們做生意的 想知道她的價錢是多少 我們才會放出去 一套四款印有王柱抗例超賬的郵票 原本賣1200元 二項內人士估計 遲下最少會升值兩倍 白金漢公和家人決定 不會為她舉行國狀 而法國警方繼續靠留七個記者 調查意外的原因 之後陳志生說下 戴安娜的重領安排 戴安娜的遺體現在安放在王柱柴里斯 位於倫敦中部的官邸 聖詹武士宮裏面的一間教堂 遺體安放好之後 就立即有市民在宮外面 擺放鮮巴和點起楊竹 悼念這位受到廣泛愛戴的王妃 戴安娜的遺體 是在香港時間今早兩點左右 王室專機由巴黎 運回到倫敦西面的皇家空軍基地 手上貝利亞和軍方儀仗隊 到基地迎接迎救 專程去到巴黎 接戴安娜為體反國的查理斯 和戴安娜兩個姐姐 首先下機 靈舊蓋住英國王室的旗幟 由八個皇家空軍人員 負責抬上車 整個儀式都沒有奏惡 也都沒有人發表道辭 白金漢宮和戴安娜的家人商議之後 決定不會為戴安娜舉行國葬 喪禮是會在香港時間 星期六的旁晚六點 以私人形式在西敏子舉行 戴安娜的遺體之後 就會安葬在倫敦北部 她爸爸市濱沙的封地霧園 而在倫敦的白金漢宮門外 今天繼續有大批市民排隊 去獻賞鮮花、稻辭、詩歌和玩具 對念戴安娜 王室成員現在都不在白金漢宮裡面 王柱查理斯 在折迴戴安娜為體之後 就到了蘇格蘭 陪同兩個在那裡度假的王子 威廉和亨利 戴安娜原本計劃 結束法國度假之後 就會在今天和兩個兒子相聚 而今天英國的報章 都要大篇幅報道戴安娜的死訊 和她的身平 很多英國人都說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相信戴安娜去世的消息 還說她的世世是英國的損失 無線電視記者陳志生報道 戴安娜的葬禮 並不會以國葬形式進行 有關方面也都不會安排占養為用 我們現在就接通了在倫敦的記者陳啟明 陳啟明 為什麼戴安娜的葬禮 不會以國葬形式進行呢 是啊 白金漢宮的白言人就說 王妃戴安娜的葬禮 和以往的任何一個王室葬禮都不同 因為這個既不是王室的葬禮 亦都不是一個國葬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戴安娜獨特的身份 因為她已經離婚 現在在王室裏面 她並非完全是一個王室的成員 而有一些專門研究王室問題的專家 就說其實這件事都很反映得到 戴安娜在王室裏面的地位 英國首尚貝利亞就認為 無論戴安娜的葬禮是怎樣進行 應該是被社會的人士參加哀悼的 讓全國的人民可以向她 至最後的敬禮 謝謝 至於戴安娜的男朋友 阿法爺之遺體較早時候 已經運回倫敦 隨即下葬 而阿法爺之爸爸的代表律師就表示 會提出民事訴訟 陳志生報導 阿法爺之遺體運底倫敦 寧救隨即由警車護送之下 送到去倫敦中部一間清真寺 而阿法爺之家人 包括她的爸爸 在清真寺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 接著就將遺體運去倫敦西南面 40公里的一個墳場安葬 阿法爺之的爸爸雖然很不滿意英國政府 一直都不讓她入籍 但她說很喜歡英國 所以決定將我兒子撞在這裏 而她亦都準備透過民事訴訟 追究這次事件的責任 她的代表律師沒有透露會告誰 但是強烈批評那些不斷追蹤阿法爺之 和戴安娜兩人 總為記者 又說早在意外發生之前 她的當事人已經叫她 告一些記者侵犯私隱 和為了拍攝 不惜坐直升機低飛 不理會其他人的安全 中年41歲的阿法爺之 本身是一個電影製片 她被形容是一個花花公子 曾經結過一次婚 但只是維持了8個月 而外界指她接近戴安娜 無非是要打入英國的上流社會 而在倫敦阿法爺之家族擁有的 哈萊市百貨公司門外 擺滿鮮花和公仔 市民為阿法爺之的死脈哀 無線電視記者陳志生報道 大安娜和男友撞車身亡的原因 法國警方已經指派特別刑事小組接手調查 現在7個攝影記者仍然被扣查 他們被充公的菲林 就成為今次車禍的主要線索 陳延威報道 大安娜撞車的隧道 有人繼續在現場擺放鮮花悼念 據提供汽車接送大安娜和她男朋友 阿法爺之的酒店說 開車的並不是職業司機 而是酒店的副國安住本 至於大安娜的私人司機 就開了另一輛車 想引開跟蹤的攝影記者 但是不成功 結果攝完跟蹤拍攝大安娜汽車的攝影記者 通宵被法國巴黎警方扣留 警方已經充公了他們20卷菲林來充曬 以便找出車禍的起因 他們除了一個是馬其頓人之外 其餘六個是法國人 警方在決定是否落案起訴之前 有權扣留這批攝影記者48小時 警方懷疑出事之前 攝影記者坐三輛電單車 追蹤大安娜和她男朋友阿法爺之所坐的汽車拍攝 而大安娜的車想擺脫跟蹤的時候 以時速百多公里的速度 失事撞在隧道裡面 第十三條 在84年 她的第二個兒子哈利王子也出生 英國民間多年來都有爭論 是否應該廢除王室 大安娜就一心想著改善黃色形象 她不單止自己出席多項慈善公益活動 她也都經常帶兩個兒子出來 希望她更加了解現實的世界 日價四口經常很開心地變傳媒 不過後來大安娜說 發現查理斯和卡米拉仍然扭斷絲連 所以大受打擊 大安娜又說過 卡米拉導致她婚姻破裂 查理斯和大安娜最後都承認各自有婚外情 這段童話式的婚姻 維持了15年之後正式宣布破裂 不過大安娜的風頭一向扣過了其他黃色的成員 在離婚之後 大安娜被黃色排斥 而且肯定無緣做皇后 但是傳媒仍然沒有放過大安娜 現在看到的是大安娜和阿法耶茲 前日由撒丁島乘了專機去法國巴黎市的情況 相信是她心前最後一次正式地在傳媒的鏡頭前面出現 一個經常訪問大安娜的英國記者說 在大安娜發生車禍前6個小時 在電話訪問過她 大安娜跟她說 已經厭倦傳媒的追蹤 需要計劃完成手頭的慈善工作之後 在大約11月之後就會完全退隱 不再出席公開活動 過回自己一直想過的平膽生活 不過她最後都不可以實踐她這個願望 大安娜死後 她因法外界討論她的成績卡米拉的地位問題 英國王室以涉領師分謝相信 當公眾對大安娜小小的事大忙之後 可能會較容易接受卡米拉和查理斯的戀情 卡米拉近期頻頻出席上流社會場合 又參與慈善工作 對改善形象有一定的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 You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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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